榴球宇 榴球宇又稱為小榴球 位於屏東縣東港鎮西南方約15公里的海面上 距離高雄港約33公里 孤懸海中裝飾一隻漂浮於台灣海峽的鞋子 而它的島軸呈東北西南走向 東北寬而西南窄 最大長度4公里 寬度約2公里 周長12公里 面積6.8平方公里 唯一孤立海中之小島 而全島又被兩條地溝 切割成4塊台地 一條走向東北至西南 形成中央地溝 回島中主要交通孔道 而另一條走向西北至東南 通過島的中央 俗稱剖腹山羽 而小琉球也是台灣蜀島中唯一的珊瑚礁島嶼 小琉球表面被珊瑚石灰岩覆蓋 海岸被隆起的珊瑚礁圍繞 石灰岩洞地形 及珊瑚礁海岸地形遍布全島 也成為觀光的著名景點 甚至因此也讓小琉球 擁有海上公園的美名 但是小琉球是怎麼形成的呢? 而這個台灣唯一的珊瑚礁島嶼 又有什麼特別的地質特色呢? 我們今天便要解開小琉球的地質秘密 在上興市時期 也就是約530萬至160萬年前時 小琉球附近的海域 仍然是一片開闊的大洋深海環境 由於比較少來自於陸地的砂質層積物 所以當時層積上來形成的層積物 其特性主要是以泥脂地層為主 然而目前我們認為泥脂基底 並不是珊瑚礁適合生長的環境 那泥脂區域的珊瑚礁是怎麼生長的呢? 泥脂區域的珊瑚礁最主要是由於海底泥火山的作用 形成無際的碳酸鹽 作為生物珊瑚礁生長的硬質基底 然後生物珊瑚礁再在這一個硬質基底上面生長 小琉球域則是在更新市晚期 約二十萬年前 逐漸抬升而露出海面 在來自於板塊碰撞的硬力不斷擠壓下 濃起的珊瑚礁便由中間斷裂成四塊 而各塊石灰岩則陷落成為地溝 於是成為小琉球聚落的主要地方 在全新市也就是最近一萬年以來的小琉球雨 持續受到海石溶濕等風化作用的影響 造成了部分珊瑚礁石灰岩土染化 並被地表水再次堆積 而造成部分地區的全新市沖激層 另一方面 由於珊瑚礁仍持續在島嶼外圓發育 也逐漸隨地形隆起露出海面 形成全新市的海接接地 慢慢的就變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小琉球 小琉球之四塊台地表面 均被紅土質土壤所覆蓋 而成紅土台地 這些紅土就是珊瑚石灰岩 長期風化後的產物 不過經由風化後的結果 是珊瑚石灰岩 僅剩下不可容性的紅色氧化鐵 氧化系等雜質 因而變為鮮明的紅色 屬於平級乾燥不宜耕作的土地 雖然不適合耕作 但是小琉球也因為得天獨厚的形成方式 而出現許多獨特的地形構造 關於小琉球獨特的地形構造 我們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來解釋 海石地形 珊瑚礁石灰岩雖然看似堅硬 但其中常常存在裂隙 很容易受到物理或是化學的力量破壞風化 所以在島周圍便可看到許多被海水侵蝕的特殊海石地形 像是在海岸線附近 海水今年累月持續侵蝕海岸脆落的地帶 便容易掏空接近海平面的珊瑚礁岩 進而形成像是美圓洞 烏鬼洞等海石洞地形 而當海石洞的洞穴範圍擴大 上層石灰岩因為失去支撐而崩落 於是就只剩下一根石柱 佇立在海岸外的海中 我們稱這樣的地形為海石柱 像是花瓶岩 本來就是個獨立的海石柱 不過後來又因為海水長期繼續侵蝕海石柱的基部 結果變成頭大微小的石頭 又稱為花瓶石 而如果海浪的侵蝕作用 將珊瑚礁岩底部掏石形成大洞 因此造成上層塊狀珊瑚向海傾斜崩落 形成海側低、陸側高的特殊崩石景觀 因為看起來像是在爬山 所以我們稱它爬山虎石 其實這也是海石地形的一種 談完了海石地形 我們接下來看看榕石地形 榕石地形 由於石灰岩的組成成分主要是碳酸鈣 也就是CACO3 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與水會形成碳酸 然後再分解成氫離子和次碳酸根離子 而這兩種離子對分解礦物具有極強的能力 尤其碳酸與礦物間的反應 在石灰岩地區特別顯著 碳酸的形成和離子間的化學反應 是為 水加二氧化碳 形成碳酸 再形成氫離子 與次碳酸根離子 而碳酸與石灰岩的反應是為 石灰岩加碳酸 形成氫離子與次碳酸根離子 所以 經由帶酸性的雨水降下後 會將其溶解 而常常形成地下融石洞穴 線穴 地下河流等特殊地理景觀 這些景觀 統稱為克斯特地形 原因是因為石灰岩遭融石作用的各種地形 最早是在克羅埃西亞克斯特高原 做有系統的研究 因此而明 以小琉球的例子來看 小琉球石灰岩層中 曾有與中央地溝走向一致的 南北向和東西向的解離裂系 因此 雨水會從這個地方滲入 並進行融石 融石作用繼續進行後 便逐漸形成下大上載的石灰岩洞穴 如果從洞的中間往上看的話 只會看到細細的一線天開口 而如果融石作用繼續 加寬石灰岩洞穴的直徑 以至於最後上面的石灰岩 終於因為失去支撐力而崩塌 便會形成一條條順著解離裂系走向分布 縱橫交錯的寬溝 在小琉球的山珠溝地區 便可以看到這些克斯特地形不同的發育階段 解離裂系 一線天 風機石灰岩 融石洞等地形 此外 在小琉球島上 還有許多觀光景點等你來探索 例如管理處已開發的美人洞 露營區 烏鬼洞等等 都是非常具有特色且值得一看的景點 小琉球不但可以開發成美麗的觀光景點 更可以變成解說地質科學的最佳教室呢